7月1号 中共忙于建党90年的庆祝活动 香港近22万人参加了抗议游行 本台实习记者在七一当晚被当作示威者拘捕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艳婷表示 警方不只是对示威者 近年对记者及人权监察人员的限制也越来越大 而同一天 美国芝加哥的亲共侨领 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杨春莱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一时间 中共的所谓统一战线再次引起关注 中共从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所谓统一战线的工作 毛泽东在1939年曾说过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当年在战争年 共产党在夺权的过程中 这种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现在巩固他的这个一旦战争的政权 他同样需要 中共单军实际上是一群很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 对于这种机会主义者来讲 他是没有原则的 他不需要原则 7月1号上午 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 在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 杨春莱工作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里 以窃取商业机密的罪名逮捕了他 现年48岁的杨春莱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高级系统分析师 负责编写电脑代码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 杨春莱向大陆官员用电子邮件发送过包含受保护的原始城市码 和专有资讯CME党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从5月开始监视电脑的工作 他们发现大量重要的交易所运作文件 尤其是载有保护原始城市码的文件 被复制到可移动硬盘里 杨春莱原定7号回中国大陆 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FBI把他抓起来是个好事 他提醒人们把灵魂卖给魔鬼是要付出代价的 既然你生活在自由国家 那你就应该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做一个设法的自由人 杨春莱曾于2006年5月底 回北京接受中共对海外侨领的培训 2007年6月 他在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发言中表示 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 能影响到500张美国的选票 因为中国存在很严重的人权问题 它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 甚至是人道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把这些侨领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西方国家 来减轻中共单局所面临的压力 这是它在西方国家发展亲共事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杨春莱曾经向中国侨网透露 中共政协副主席罗豪财访美时 特别强调了海外华人在当地要积极参政议政 杨春莱案被曝光后 很多人想起美国破获的最著名的中共间谍案主角金吴黛 金吴黛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 他为中共传递的资讯影响了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和美中关系等重大国际事件 金吴黛在1986年被捕后遭中共否认而绝望自杀 按照美国法律 如果杨春莱的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多十年的刑期 25万美元的罚款以及三年的监督 新唐人记者赵新芝 李璐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璐采访报道